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个8 上次台北股市连续三次出现了888之后 好像有一波修整幅度 是不是有这样可能性 我想其实不管短线会不会修 我是觉得说看到这个88888 竟然可以在一年当中 已经连续出现第四次 那就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真的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今年的大多头格局 你还要把握住 甚至到明年台股上万点 我想对整个行情的看法 仍然没有做任何改变 你说整个大盘加群指数 看起来好像有点无聊 虽然美国股市前几天大涨 创历史新高 台股一样小红小黑做收 这两天美国股市做个什么 涨多的一个拉回的幅度修正 连续两天的中场会下来 不过台股今天早盘稍微稍微 沙盘整理一下 但是中场在整个金融股的一个 拉台之下撑盘之下 仍然是以小红来做收 那整个大盘加群指数 我想也许很多投资朋友看到 大盘指数好像已经怎么样 已经在这边连了过去 这一个礼拜都连在这边 不涨也不跌 连了一个多礼拜 都以为说觉得说 是不是指数不会动 所以干脆就看起盘来 一心来山 就干脆觉得说 我干脆不要做了 反正现在也不会涨也不会跌 我干嘛经常做 那我如果你是这样子想 你是这样子看的投资朋友 我觉得您真的是外行人在看 你只看到表面 你没有看到内行的 所谓的门道里面去 你没有看到真的内涵里面去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想第一个针对 整个大盘加群指数的看法 我们这边真的要恭喜 昨天来上我们技术分析课的 所有学员们 整个行情就像我所讲的 我说你不必管 美国股市大涨或大跌 你只要记住一个价量关系就好 我说只要这个盘 仍然是七八百亿成交量 甚至下礼拜也是一样 那我就告诉你 每天都一定是小红小黑 一定涨不到哪边 也跌不到哪边 换句话说 从今天虽然盘中跌了五六十点下来 也许很多的专家 很多投资者都会怕 都想卖股票 甚至想去做放空的动作 这盘要下去了 这盘要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还上 我们技术分析课的学员们 记得我昨天晚上给你的叮铃 我说你如果看到这个盘 七八八亿的成交量 这个代表没有杀盘的动人 它不会跌 但是也跌涨不到哪边去 指数持续盘整 但是虽然指数还在盘整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这盘跌不下去 也涨不上去 原因你有在哪边吗 如果你是做股票投资 你要听清楚 看清楚了 这个就是个股的调整机 法人有些股票 法人主力 法人持续在出货 这些股票你要做避开动作 所以你会发觉 虽然指数没有动 你看过去这一两个礼拜 其实几乎整个这三个礼拜 将近这一个月的指数 其实几乎文分不动了 对不对 几乎都是在这边 高点八千八八千九百出头 低点八千八百多点 一个一百点 这个就在这个一百点里面 竟然混了三个礼拜 你当然觉得无聊 你当然觉得行情闷 你当然觉得说 这刚做货票的探机 但是你去看多少股票 在过去这三个礼拜跌幅多周 包含之前我给你讲过的四局网通 3163的波多威这些股票 对不对 来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带一下K线图 你看最近这三个礼拜 大盘没动 但是个股跌得稀里花啦 6282起击 对不对 今天持续中肠会破底 好 除了这些四局网通的股票 法人开始在到货调节之外 你会发觉最近的 我们讲的旧苹果 旧苹果 苹果放久了 也是不会好吃的 包含之前跟你讲的 6269的台均 你看这一波的搭回的幅度多深 对不对 从90几跌到70几块 开始现在做短线跌升反弹 好 那我们看到的 最近这几天轮到谁 2354红准 今天直接股价破底下去 2392的震危 股价持续破底下去 这个就是 清平就平的差别 就是差别在这边 好 你看哦 这些股票 你会发觉很多股票 在过去这三个礼拜 虽然指数看起来文风不动 但是这些股票就会明明嘛嘛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 你打电话进来 我非常乐意帮你做解答 等一下三点半左右 我回到公司 我会针对你的问题 帮你做解答 让你至少在这个星期假日 过周末的时候 能够过得比较安心一点 过得比较轻松愉快一点点 然后下礼拜 你也许就可以跟我们家族成员一样 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道歉 好这是第一个比较弱势的股票 第二个 好那你说老师 避开 我们除了避开法人主力的出货股之外 还不够嘛 除了除币 除了趋吉 除了避凶还要趋吉嘛 还要心力嘛 你要怎么样 转进主力 法人 第一档布局的股票 那法人 第一 法人跟主力 主力长在布局什么股票 我想过去这几天 我在节目中也跟你讲过了 我在FB的88金会跟你提到了 很简单吧 法人在买什么股票 全职股而言 金融股 你看法人已经开始在回补金融股了 所以你看今天大阪指数 为什么可以由黑翻红 你来看 老婆可以帮我带一下金融股指数 金融股指数今天有贡献 今天的金融股指数是涨的 今天的金融股指数 是创了最近这三个礼拜的新高 那我就讲 金融股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主底期了 这是第一个大型股 金融股在撑盘的 第二个平概股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觉最近 你看包含在4958F真顶 这几天也是往上再搭的 今天也是逆势收红的一档股票 我们带一下分十走势图就看得出来 对不对 这些平概股的股票 今天还可以收到最高点 对 割头总你是要这种平概股 还是你要振威红准这种旧平的股票 对不对 我就说了嘛 平概股你要的是 能够吃得到订单的 法人在买的平概股 业内主力在买的是什么 中食物在买的是什么 生计股 今天一只独秀的又叫做生计股 又是叫做生计股 这个就很清楚 至少三个族群 金融是控盘 稳盘 对平概股是电子股 目前景气未来这两季最透明的 对不对 叫做平概股 对 叫做iPhone6的供应链 另外如果你要股票会飙涨的 会飙涨的 对不对 就是在生计股 所以虽然指数连在这边 我们看到 你只要挑对股票 你不觉得股票还是快快走吗 股票还是急急拉吗 股票还是飙飙飙飙涨吗 包含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你讲的 我们在FB88经会里面 公开直接告诉你亮牌的股票 直接给你推荐的4736的泰博 今天又是涨停板 三天之内亮出两只的涨停板 三天两根涨停板 看到这档股票涨停板 你说来上技术分析课学员开不开心 这支股票马上让你把什么学员 那个什么 上技术分析课程的什么 费用全部都可以赚回来的嘛 对不对 我说来课程 我会告诉你好的股票在哪边吗 昨天我们是在上技术分析课 还没开始讲课程之前 还没开始授课之前 我是直接就告诉你泰博这档股票 对不对 那今天是直接开盘 直接奔上去涨停板了 对不对 开盘还是开在平盘附近 对不对 最低107.5 收盘114 好 那回过来谈到苹果供应链这边 我想我的看法没有做任何改变 第二季 尤其第三季是出货高峰 你不要说第三季是出货高峰 我第三季在里面平盖股 那我告诉你 你绝对是追在波段的相对高档 因为股价都是实现反应 所以谈到整个平盖股的部分 我想之前的这一波的加联益 我们也是把股票送给你 也是在演讲会场也告诉你了 对这份研究报告 有很多投资人来索取 去po 对不对 刚开始也是一样震荡走高 等到连续涨停喷出的时候 你要追受我获利调节 好卖了之后 我讲过好的股票 下来 下来怎么样 还是要买回来 对不对 我们的做法就是低档布局 从基本面挑股票 然后技术面 带你买在相对低档 然后技术面 带你卖在波段相对高档 卖了之后下来 有没有告诉你 来 有没有告诉你 利用低企财报利空 下来干嘛 要买 要买 最近这几天 你如果有打电话进来 来参与 来参加我们 这一次的588 这个我要发活动的投资朋友 我讲过的 看你个人资金水位 以及你的投资属性 有些投资朋友 他就是喜欢电子股 那我一定带你买加联益 我这几天是都带你买加联益 好 那加联益 我相信也没有让你后悔失望吧 对不对 如果有些投资朋友 我要标一点的 对不对 看你资金水位 你要标一点的 一样几十万操作的 我带你买生技股 你一百多万代操作的 这次有买的太薄了吗 对 如果这波有一百多万 你最近过去这两三天 你有打电话进来 预约登记盘中买点的投资保 先给一个体验 赚钱的一个体验的活动 先让你赚到钱再说 一百多万甚至买到太薄 对不对 如果你三五百万再操作 或是更多的 是不是永保安康 三天三十块的价差 可不可以放口袋 当然可以吧 所以整个这边的加联益 今天稍微抽黑震荡整理 我也跟你讲过了嘛 昨天上课说 冲高不要追 再一次再短线 还可以什么 先获利拔挡一趟 但是拉回要干嘛 如果未来这边拉回要干嘛 在这个区间 大概这个区间 拉回要干嘛 我还是要买 为什么 这里绝对不会是它最高点 这里绝对不会是加联益的最高点 因为第二季 尤其到第三季 而且加联益不止 有iPhone 6 它有小米机的订单 它还有小米机的订单 那我认为 未来这边加联益 它的股价一定会再上去 那如果怎么震荡温威 这档股票该怎么操作 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你对电子股有兴趣的 你认同我所讲的 苹果供应链股票 一定要跟上车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跟着我们脚步来操作 那除了苹概股之外 我们讲的嘛 这波主力法 这波的业内中实户 它的资金转到哪边 它转到生计股这边 所以谈到整个生计股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 其实苹果供应链股票 去年已经做 这一堂股票 去年我们赚了一趟一百多块的 这个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年初再赚一趟四十块的 低档下来 我们又带你跟你讲要买进 我们都是在低档跟你怎么样 跟你做卡位布局的动作 等到我的会员已经都布局好了 我会在这一幕中跟你公开答案 两百五十块自请 两百五十块自请 我在节目中公开跟告诉你 我在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 送给你的研究报告 也告诉你这档股票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高雄台南的演讲会场 我们也告诉你这一档自请 像是在FB的八八经会 四月底的时候 每天告诉你这一档自请 跟小自请的成德 对不对 好 这边都还没喷出去 真的都还没喷出去 都还没有连续四根跳功涨停 每天在节目跟你分享这档股票 最后的自请连续的喷出去 买在低档 买在低档 卖在波段相对高档 卖在波段相对高档 三百四十几块 至少最近这一个多礼拜 你看不到这个价位 好 卖了 最近自请是不是下来整理了 以后会不会涨 没有 还会再涨 自请整理完 一定还会再大涨一波 所以各位投资后 你听清楚 如果你对自请有兴趣的 或者你有手上的自请投资 你想要来回回大赚 价差的投资朋友 或者这一次 你又少赚了一百块的投资朋友 一张少赚十万块的投资朋友 下一次 下一次请你更紧脚步来做 自请整理完 我会再得我的家族朋友 我的会员买回来 我还会再把它买回来 我每天都在锁定它 只是我觉得它要再整理 甚至包含在整个小自请这档股票 我们说手上拥有 九千张左右的 自请的这档股票 小自请 也是一样 当时是在底部区 在节目中跟你分享 在FB88经会跟你分享 结果买了 成德有没有喷出去大涨 好喷到这边 九十块半 大赚三十八% 我们全部获利出清 我没告诉你了 有没有发觉 我们卖掉自请 卖掉成德 说真的啦 我们没有 我们当然是希望它跌深一点嘛 说真的啦 你不要怪我啦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跌深一点 我们会员可以怎么样 以后又买便宜一点 再补回来嘛 说真的 我还真的是希望 次请跟成德 多跌一点点嘛 但是不管它有没有跌嘛 过去这一个多礼拜 导播可以帮我帮我带下 自请的K线图一下下 你看最近这一个多礼拜 自请有起吗 没有起 对不对 你如果资金卡在那边 对不对 你也赚不到钱 你看到现在很多专家在讲自请 在讲4123的成德 对不对 成德有起吗 没有起 对不对 就在盘着盘着 说真的我现在自请成德 我要带我的会员 随便买 随便补都有价差 但是为什么现在还不急的 把这两档股票补回来 原因在干嘛 因为要经历嘛 但是它在整理 并不代表 就好像大凡指数一样嘛 大凡指数最近这一个礼拜 过去这三个礼拜 连在8800 8900连了三个礼拜 这个礼拜都在8800多点 混了一个礼拜 竟然指数震荡幅度 没有超过100点 各位现在投资我说的对吗 真的震了一个礼拜 指数都没有超过100点 每天政府都是几十点在政府啊 看起来不能做 可是还是很多股票可以涨 当然还是很多股票在跌嘛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避开会跌的弱势股票嘛 避开法人主力在出户的股票嘛 好那我们说再涨的股票在哪边 我们要从哪边去着手赚钱嘛 我们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东西 这三档股票 有没有在FB88经会跟你分享 智勤 智勤 承德大长之后 他哪里休息 休息 我们就不要残疑 你不用管他 整理完了 我会通知你再把它买回来 你有兴趣的 你跟着我脚步来操作 整理完了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把它买回来 但是我说当智勤 当承德 他在整理的时候要干嘛 心 生计三间各 请跟上来 你不必 去追高 你不必 去帮别人抬轿 你不必 我的会员金赚了多多 也获利了结 你要的是 各位同志 你要的是怎么样 有没有低档 会再涨四十几%的智勤 有没有低档上来 会再让你赚三十几%的成德 我相信我讲的没有错吧 是不是这样子 好那有没有这个标的 我想这档股票我没有给你折 我直接给你先排的股票 三个给你公开一档股票泰博 这档股票也是要布局完之后 我就在FB给你提醒了 然后在节目中跟你先排了 对不对 你看我在先排的时候 在FB写的时候 大概在三四天前 大概在这边 在这根中长黑这附近 这两天我再跟你讲 在FB就告诉你 而且我在FB一样 也是直接先排 告诉你泰博 我今天早盘 9点多还是10点多我忘记了 今天早盘 我直接在FB里面 88金里面 直接恭喜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泰博今天涨停板 泰博今天有涨停板 再写新高 今天应该有很多专家 要跟你讲泰博的 没错啦 一定啦 也有很多专家要讲泰博的 但是试问一下各位投资 现在在说泰博的人 之前低档会不会跟你讲 没有嘛 我连做什么都告诉你 他基本要告诉你 三天 你觉得大盘有没有行情 导播可以把我带 对照一下大盘的K线图一下 这三天来 大盘有去没有 真的连住了 这三天来 你去看看2354的红准 你去看看2392的正威等等这些股票 你再回过来看到我的字卡 泰博 看FB的投资朋友 恭喜你 来昨天晚上来上课 投资我恭喜你 又20%了 又20%了 不是今天掌停板才冒出来的标的 FB里面都直接亮牌告诉你的标的 另外两支我待会下班长再跟你详细的分享 好那现在泰博涨上去的 如果还有这一支 生计股 看清楚了 如果还有这一支生计股 既志勤 承德 泰博大涨之后 对不对 志勤 有赚到的恭喜你 承德有赚到的恭喜你 泰博有跟上来的恭喜你 但是三支 你都没有跟上来的投资朋友 这一支 你要跟上的 预估大概在70上下的 这支生计股 目标百元几条 那我相信我跟你讲的目标价 最后都让你看到的 这一勾表大概有一倍左右涨幅 你想不想 赚这档一倍左右涨幅的生计股 你想不想 你再看一次 好 你想不想 你想不想 为什么这档股票有这种涨幅 来 你现在一通电话 588我要发这个活动 现在赶快电话时间打电话进来 预约登记 预约登记 盘中 科学小肥小 这支大概有一倍左右涨幅的生计股 欢迎你赶紧跟上来 好不好 谢谢 好 廣华来帮大家立刻掌握一下 今天在外资在现货里头的最新筹码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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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成长你看得到 王妈妈您有一笔国外汇款哦 我在美国的校生会贪心好我呢 有你真好中华邮政 Excuse me 我要换人民币 OK OK no problem 你有长期胃痛 胃失道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建筑的博物業界 这是一个素晴的建筑 在这15万坨的美丽公园的土地 当社会推荐日本的队友 免芯技术を率先进入 拥抱十万品台湾历史博物馆 左反世界明鉴十四镜头 我将创造台南新地标 五彩冬极 06 396 0222 你有长期胃痛 胃失道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您能拥有最好的一部超性能仿车 全新WRX震撼上市 你有长期胃痛 胃失道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欢迎再对回到了88基因会 我们就立刻来看到 是今天包括了现货里头 今天外资继续是站在了买方 小买台北股市来到了21亿 投信是卖抽了4亿 自营商是卖抽了9亿 在今天的筹码面提供到来参考的 好 这么来观察呢 这个大盆最近 这个涨不上去也跌不下来 今天很多散户非常怕这种盘整盘 其实我觉得 怕就是因为可能看不懂行情 怕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到好的股票 怕可能就因为你的过失之前 大家耳熟都很想得好像是热门股 包含在四局网通 包含在整个洪准正温这些所谓的旧贫的概念股 结果这些股票都是这波 其实是最弱势的股票 好 那我说如果你看不懂行情 我欢迎来上我们技术分析课 行情我要帮你掌握 不然的话 FB88基因会针对整个行情 我会在关键的转折 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做一些提示的动作 好 那我们说 虽然怕你就是因为没有买到标股 你就是因为没有赚到钱 如果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在最近的这个整理盘的过程当中 你有志勤的话 你会觉得怕吗 来导播帮我带一下我的字卡 你有志勤的话 你会怕吗 你当然开心的不得了吗 你会觉得没有行情吗 对 如果你在过去这段时间 你有买到成德的人 你会怕吗 你会觉得没行情吗 你会没有信心吗 你还会在场外观望不敢买吗 就是因为你没跟上来吗 好 那我们说很多投资人看到了嘛 我们说嘛 志勤成德大涨了嘛 那还有没有新的标的吗 也是我投资人最关心的 还有没有嘛 那我就告诉你 有 我会去帮你挑 志勤成德等他整理完了 我再带你买回来 你现在不用去跟着其他专家躺温水 你占不到他的钱 因为他短期间最强的那一波 已经被我们的会员 被我们FB88经费的粉丝团们 都赚起来了 所以我们就给你推出新的标的 如果现在大家在志勤成德 我们要跟你说泰博 我们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在FB88经营会 我们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你讲泰博 对不对 今天涨停板 再写破段新高 已经就20%起来了 当你认为没有行情 当你要在场外观望的时候 人家这礼拜打电话进来 588我要发这个预约盘中买点的 有100多万在操作投资 人家泰博已经赚了20块起来了 已经赚了20%起来了 如果这次利用这个588这个活动 来电预约盘中买点的投资朋友 那个三五百万以上的 甚至有一个比较多资金在操作的 这一档永保安康 这是在底部的标的 还是有这种底部的一个生技股 但是不是说在趴在地上的生技股 都可以买 有的是基本面很烂 今年明年后年 搞不好都未来好几年 都不会赚钱生技股 你不要碰它 我要的是会赚钱的公司 我要是会赚钱的公司 这个高标盘中 短短这三天 这个礼拜这三天30块价差 可以把它获利了解 为什么30块价差 卖了之后还不想公开 因为下来我们还要再买回来 因为下来我们还要再买回来 那你说如果你资金只有几十万在操作的 我们也在跟你讲这档股票 赛别康桥 我说手上拥有英华 英华我们来看一下 导播可以帮我带一下 那个新贵的1172的英华 你看过去英华标了多少 标了60几% 从50几标到90几块 好那我们说如果 云城因为有基亚 云城标涨 成德因为有志勤 所以成德也跟着标 那如果手上拥有英华 EPS贡献度大概8块的人 还有加上 那个益德生智 两支加起来 EPS贡献度高达16块8起跳的 本业加上本业 可以赚到1块半2块钱的 是在一个底部区 所有均线纠结的底部 才刚上来而已 你看就算今天大盘指数震荡 这张股票盘中几乎在平波段的高点 当然来到这高点 他一定会有短线的震荡 但是这震荡完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点要过 我认为这个震荡完 这个点还要高 因为不论从这个基本面 从一个技术边的量价角度告诉我 这档股票要上去 所以会发觉 不论你资金是几十万在操作的 不论你资金是在一两百万在操作的 不论你资金是三五百万 甚至千万在操作的 你只要一通电话 云里打电话进来 来电登记预约 这些盘中下礼拜盘中买点投资朋友 我相信我都有好的标的 只要买点浮现的 我自然就会教你买 甚至包含这档股票 你要跟上车的 泰伯喷出去了 泰伯已经喷出去了 那如果还有这档科学小飞侠 既成德 智勤 泰伯之后 七十块上下 这档至少一百元起跳的 大概有一倍涨幅的这档生计股 你想跟上车头之后 我们非常欢迎你 现在就可以赶快利用寡师签 打电话进来 预约下礼拜一半钟买点 谢谢 好 更多分析取舍 下礼拜节目 我是月婷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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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